加拿大留学必看六大名校 你选哪个 加拿大是北美最美的国家 领土面积达到998万平方公里 位居世界的第二位 苏有枫叶之国的美誉 加拿大对留学生而言优势众多 比如说优越的自然环境 第一年的学习费用 理想的语言环境 一流的学校教学水平 以及非常宽松的移民政策 那么你距离世界名校有多远呢 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加拿大的六大名校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法律顾问实情色 欢迎来到我的移民留学频道 每周我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货资讯和心得 多多点赞关注收藏转发 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或者一对一的沟通 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多伦多大学了 University of Toronto 世界排名第29位 学校坐落于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 他的年金学费对留学生来说 差不多就是五万多到甚至到七万加比 多伦多大学始建于1827年 优势专业包括商科工程理学艺术四大类 目前多伦多大学共有三个小区 分别开始不同的学科和专业 其中多伦多大学的圣乔治主校区的文理学院 是大学最大的学科单位 拥有三十几个学术院系 八百多个教学项目 学校经营近两百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加拿大著名的公立研究性大学 也是一所享誉北美乃至全球的顶尖高等学府 入学的要求托付不得低于一百 雅思也是拖拖的积分 第二位就是迈加拿大学的McGear University 简称迈大世界排名第35 年军学费和多伦多大学差不了太多 学校始建于1821年 坐落于加拿大魁北格省的蒙特利尔 是一所飞升全球的世界级顶尖学校 被视为加拿大的哈佛 麦基亚尔有两个学区 在医学法学工学理学商科文学神学 以及音乐等众多领域 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力 他的入学要求 具备三点零以及雅思七分 是低到不能再低的要求了 第三位呢 就是布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简称UBC 世界排名第51位 年均学费差不多是在5万加币左右 学校坐落于风光如画的温哥华市 庞大且秀丽的两个校区 分别位于温哥华的市郊和奥克纳根的小区 UBC一学年分为两个冬季和夏季学期 一般在1月和9月入学 UBC这所学校的学术生育排名 国际生育排名 总体表现排名 以及最佳的品质排名 都高居加拿大的前三 那入学的要求也是GPS3.0以上 托福90分以上 雅思的6.5以上 第四位呢 就是麦克马斯特大学 叫麦克马斯特约身麦马 世界著名的学府 加拿大顶尖的大学之一 世界排名第140 年均的学费呢 差不多是4万加币左右 麦克马斯特大学呢 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优秀的旅游城市 汉米尔顿 拥有国际一流的实验室 和各种先进的设施 是北美仅有的 少数拥有自己的核反应堆的大学之一 入学的要求是GPS3.0 托福20分以上 第五就是沃台湾大学了 世界排名第281位 年均的学费差不多是4-5万加币 学校坐落于加拿大首都沃台华的市中心 地理位置也十分的优越 长期位列加拿大伊伯利大学的前十 沃台华大学下设十大学院 开设了超过250个本科专业 以及近200个研究生专业 入学的要求GPS80%以上 托福92分以上 第六 华铁路大学 世界排名173位 年均的学费达到了4万加币 位于安大略省的西南边的华铁路市 以学习及实习并重的合作教育 Cooperative Education而著名 华铁路大学是有北美唯一的一所数学学院 这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数学和计算机的研究 及研发中心 除此之外 华铁路大学的工程学院 拥有全加拿大最好的软件工程 电子工程和机械工程专业 入学的要求GPS3.0以上 托福90分以上 雅思7分 加拿大的高校众多 教学视频都是实际前列 本期视频就不一一给大家列出了 具体的专业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查看详细的介绍 如果希望看到其他学校 或者每个学校的详细介绍专栏 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别忘了点赞和转发 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法律顾问 我们下期再见